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回曹喜去了武进 看谁能帮他 周书理 你叫衙门里的弟兄们配合一下 到时候咱们让苏州百姓群情激愤 要冲进府衙承办李渔 我看他这个知福怎么办 说得对 咱们不能就这么让李渔 在牢里待得那么舒服 现在府衙那几个弟兄 已经不听马之府的了 随时在听候我的调解 冲击府衙 那可是造反呢 造反 对 我就是要造造苏州府的烦 志福大人 您听听这 您要是再不把李渔交出去 可就出大事了 这苏州百姓心肠慈软 性情平和 这咱们今天有反骨了 这背后一定有人恶意唆使 志福大人 不如咱把门打开 看看外面的情形 开门 别别别别 你敢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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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打门已经关死 你赶紧躲一躲 还可以抵挡一阵 躲 我还能躲到哪儿去 他们真的造反了 懒得住 快放开 不退出大门者 辞 辞员 辞员 语沈梁 辞员 辞员 林� 林 弘 文 宏大人 我已经把那些闹事的赶出了府衙 赶出府衙就好 苏州这地方屡次发生民变 记得前名魏忠贤处理税案不妥 结果激起民变 朝廷坛压有五人死结 至今还是苏州人心上的伤痛啊 现在已经是大清朝 皇上英明 岂容得魏忠贤这样的烟贼在把持朝政 苏州一片祥和不能再生事端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把人赶走就行了 可不要伤人啊 他们冲击府衙已经是越过界限了 红城仇说不要闹了 什么意思 红城仇说咱们的做法已经越过界限了 越过界限 越过界限又怎么样 这么看来觉得红城仇他胆子也太小了吧 一不做二不休 事到如今也由不得他了 这是造反 江南出定 怎么能够容忍歹徒滋事扰乱安定 居然居众围困府衙 好 皇上 循安御使李森仙求见 快传 喳 臣李森仙叩见皇上 李森仙 你辛苦了 平身吧 谢皇上 微臣身负皇命不敢稍有懈怠 李森仙 朕虽然已经在江南派多名朝廷重臣 仅苏州一地就有红城仇草喜二人 但朕还是不放心 还想知道更多关于江南的实情 所以我也派你检车轻从前往苏州 就是想让你替朕查明实情 从实奏来 关键时刻你能马上进京 就说明你心里有大清有阵 皇上圣明 微臣做得不够 苏州发生的事情如果属实 必当彻查严惩 秀才聚众闹事 目无枉法 围困府衙 这实在是大逆不道 如果被人利用 是比酿城大乱 你还是马上启程 回苏州吧 回到苏州 这次你回到苏州 就再也不用假扮一个下人 公开你钦差的身份 密切关注事态变化 还有传阵的指印 告诉红城仇和曹喜二人 还有江南的地方官员 江南可不能乱 江南一乱 必定牵动我大清财富命脉 动摇好不容易得到的安稳局面 微臣警记 一定不负皇命 李审仙 朕已集派三路皇马挂 前往苏州传职 你可以稍所休息 明天再启程吧 谢皇上 不过太后还有件事 你一定要办好 皇上请吩咐 微臣一定竭尽全力为太后办差 李审仙 再过三个月 不用三个月了 就是太后的寿臣 江南的曹喜 和远在云南的吴三桂 都准备了戏班子进京 可晓得是这二人 选的都是苏州的戏班子 这苏州是出明灵的地方 朕也知道 吴三桂选的是孤苏巨舍 吴三桂的儒夫人 是苏州人士 就是陈元元 朕听说 她也是个女灵出身 汉人说她是红颜祸水 这就怪不得吴三桂 会选苏州的戏班子了 吴三桂的加班 原来是很有名的 太后也是准了的 曹喜的排场更大的 十台大戏 再加上一台 十一台大戏 戏班子名为鲤鱼戏班 所以你要替朕 把这两戏班子的底细 给摸清楚 朕听红成筹说 这个鲤鱼以前写过一本书 叫金平梅 听说此人纵情声色 行为放浪 但是据朕了解 对此人的评价 还是截然不同的 她写的传奇 也是有口皆碑 对待这样的文人 咱们也不能太苛求于她 再说 太后也是很爱看鲤鱼的戏的 微臣孤陋寡闻 听说过坊间曾私下刻印过 金平梅抄本 这谁人所作 众说纷纭 我倒真不知道 金平梅就是那个叫鲤鱼的人写的 有备无患 你必须对江南人情风貌 官场内幕是非曲折 过往恩怨 都得弄清楚了 微臣明白 郑长库 是寻安御史李大人啊 有何见教啊 本官奉旨前往江南 查阅一件抄本 一件抄本 嗯 叫金平梅 据说写此书者叫李鱼 哦 您也找这本书 哦 还有别人也在找这本书 有啊 洪承筹 曹喜 皇上 都找过这本书 那我就更要查阅此书了 请郑长库帮忙找一找 哎呀 你得让我好好想一想 这本书 我到底 是放哪儿了呢 李大人 您奉旨前往江南 不知何时启程啊 啊 今晚与家人一见 明日就动身 哦 那这样 我再好好想想 这本书放在什么地方啊 嗯 等我找到了 我亲自 给您送到府上 嗯 那好吧 多谢了 郑长库 杨儿 你正好趁此机会 回到浙江老家 京城险恶 你不能再待下去了 爹 我这次来 就是专门接您回家的呀 哎呀 杨儿 你父亲能走得了吗 要是我擅自离京 还没有到通州 就被他们抓去了 不行 爹 你这次无论如何 要跟我回去 哎呀 杨儿 你怎么和父亲 一样的固执呢 要是我们两个走 谁走得了啊 那好 爹 你要是不走 我也不走 哎呀 还有 你还有一个任务 要去完成呢 你要去揭露 洪城仇 伪造先帝圣旨的事啊 爹 这圣旨 可是您写的呀 这是洪城仇 逼的 你拿着父亲的手机 去说明真相 绝不能让洪城仇 再蒙骗世人了 好 孩儿明白了 哦 还有 父亲有件事要告诉你 你再不能路忙行事 去搞什么刺杀洪城仇的事了 父亲要你回去 就是说明真相 这比刺杀洪城仇还要痛快 你要是杀了洪城仇 得罪了朝廷 那是要死很多人的呀 如今天下太平 杨儿 你找个好女人 成个家 好好过一辈子吧 爹 孩儿 不想离开你 你呀 你怎么英雄气短呢 好好成个家 说不定那天 皇帝准了我 可以告老还乡的呀 李大人 这是您要的钞本 好 哦 这是郑某的学生 一表人才 一表人才啊 宫中只剩下这一本抄本了 那多谢郑长库 今天一定连夜看完 明日一早 晚彼归照 郑某还有一事烦劳李玉士啊 您说 这位弟子是江南人士 家中突然遭遇变故 想借李玉士的船回江南一趟 好吧 那就明天随我一同出发吧 多谢李大人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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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旨到 曹喜皆旨 曹大人去武器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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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驾驾 驾 驾 驾驾 驾驾 喂 我要见曹大人 哥哥 曹大人正在指挥清理官道 已经有人去通知他了 相信曹大人很快就到了 我来了那么久 他为什么不来见我呀 我不管 我要他马上来见我 我这不是来看你来了吗 曹大人 怎么样啊 这两天可是委屈你了 你不知道啊 我别在这儿 我闷死了 几天几夜啊 我真的很想出去啊 官道现在正在清理 过不了几天就可以重新启程 哥哥 还是稍安勿躁啊 曹大人 要是天黑之前还是走不了 你就带我回苏州好吧 苏州城你可是再不能回去了啊 苏州城啊 现在可是乱得很啊 你说什么 苏州城到底它是什么事情了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有几个无赖泼皮在闹事 这样啊 那李渔西班呢 他们没事吧 你才离开他们多久啊 他们当然好了 能有什么事啊 我说哥哥 你这次啊 就安心回去吧 官道畅通了 没几天你就到了京城 你就见到皇上和太后了 我说 难道你不想他们吗 我当然想他们了 可惜他们催得太急了 我还想在江南好好玩几天呢 只要我在江南呢 下一次你尽管来 对了 他们张之县还摆了一桌韭菜 怎么样 跟我一块过去吧 好啊 反正我肚子也饿了 请 曹大人 曹大人 这可是天意啊 上天有余安排 您到毕县做一次贵客 来 你说得太对了 这就是天意 那是老天爷安排我们 一定要停在这里 是老天爷一定要让我和曹大人 连回苏州去 你这是什么话啊 苏州城啊 我是不会带你回去的 圣旨到 曹喜皆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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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突然来了皇上的圣旨呢 对了 一会儿吃完饭 你把哥哥送回房间 我去跟他们交代一下 那车队呢 车队就留在原地 全力倾障 什么时候疏通了 什么时候就可以走 请 哥哥 这顿饭你没有吃好 下官叫人做点好吃的 送到你房间里啊 慢着 不用做了 我问你 苏州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肯说呀 没关系啊 等我回京城呢 就禀报皇上 说你是一个虎主之心 哎呀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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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下留情啊 哥哥 那你还不赶快说 我 嗯 有人 有人因为虎丘戏场 踩死人一案 聚众闹事 把那个苏州府衙给包围了 什么 戏场踩死人 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你说清楚啊 具体情况下官也不知道 你这个真心是怎么当的 怎么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呢 你 你气死我了你 哎 哥哥 好 现在你们在天黑之前 一定要把官道清理出来 我会尽力的 这里的事情 你就多费心了 好 衙门的事情 你就先不要管了 嗯 我还有急事 必须连夜赶回苏州城啊 呃 曹大人 我看您还是住一晚再走吧 不行啊 那边事情紧急 我必须连夜赶回 哦 我回苏州的事啊 就不要告诉哥哥了 你们要好好关照他 可不能怠慢啊 曹大人放心 下官一定把哥哥照顾的 舒舒服服的 好 有劳你们了 再见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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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鲤鱼身陷大牢 不能相送 珍重 珍重 谢 曹大人 曹大人 我要见曹大人呢 哥哥 什么事啊 我要见曹大人 我有急事要找他 曹大人 我去找他 你 哥哥 曹大人已经回苏州了 对啊 回苏州了 他什么时候走的 刚走不久 哥哥 你还是留这儿吧 对啊 曹熹 曹熹 你为什么不带我回苏州 为什么呀 曹寂 贼 贴 贴 哥哥 下官可以进来吗 哥哥 进来吧 哥哥 哎呀 看来那个车队啊 一天一夜都走不了了 嗯 哎呀 我 我饿了 吃饭吧 好好 好好 吃饭 哎 我马上叫人送一桌韭菜过来 你要吃什么 哎 等等 等等 我要在大堂吃饭 好好好 好 说不定我一高兴 我还唱戏给你听呢 唱戏给我听 哎 好好好 好 琥珀湖光 西红莲花发 宫颖下沙 一样的星旁 安在过 今夜悲绝 神像 山羊 山羊 沙 山羊 对靖開花 坏 爱怎花安长 安齐美之情长 至少康 好 好好好 这是风筝雾里的唱词 说对了 好啊 格格唱得真是好啊 听格格的功夫 应该是出自名诗 当然了 你知道我的师父是谁吗 谁啊 鲤鱼啊 难怪格格唱的是不同凡响 原来是鲤鱼教出来的 对了 你们怎么可以听我白唱的 你们要喝酒的 好喝 还有你 你 你们都要喝酒啊 格格我们不能喝酒了 对啊对啊 我们不能喝酒了 能喝酒 喝 喝呀 格格 你 你不能喝酒啊 今天玩的真高兴啊 格格 你喝醉了 嗯 喝酒 喝酒 醉了 醉了 哎 哎 哥哥 当心点慢点慢点 哎 哎 来来来来来 走开 好当心啊 哎 哥哥慢点啊 哎 慢点慢点 哎 走 哎 哎 不要过来 我没有喝醉 你们知道吗 嗯 知道 我是鲤鱼的弟子 哎 哎 哈哈 哥哥 噓噓噓 噓噓 噓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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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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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格格不在啊 本县呢 去找几个女的 陪两位来 喝喝酒啊 好好好 走走走 哎 跟我来 哎 哎 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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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在这里鬼鬼祟祟干什么 我 我是 他们找回来的五娘 哦 五娘啊 五娘啊 哎 他们在里面怎么样了 他们 喝多了 都睡着了 哦 好了好了 不跟你废话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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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啊 快来开了 李师范重新开张了 快来开了 赶紧来看 重新开张喽 赶紧来看 赶紧来看 赶紧来看啊 赶紧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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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走走走 走走走 走 走 李渔西班重新开班 现眼全本笔木鱼啊 什么 他们还敢唱笔木鱼 而且满大街都在嚷嚷的 说王鸡唱蛋 演刘秒姑 乔鸡唱声 演谭楚玉 这乔王二鸡都在我手里 他们拿什么眼 他们无非是想让苏州城的人都知道 这乔王二鸡是李渔戏班的人 我就是不放 看他们还有什么招 不过我发现外面的人都在指指点点 说乔王二鸡就在咱们这里 他们签了文书契约 那就是我姑苏巨舍的人 那自然应该在我这里了 那细米想听笔木鱼 那也应该由我姑苏巨舍唱给他们听啊 李渔还想重新得回乔王二鸡做梦 得想个赵 让李渔自身难保 今天如果他们再不把李渔交出来 我们就再冲一次衙门 再讲这下去也不是办法 有开我们放他一把火 你是说火烧哑的 怕什么 要凭希望给咱们撑腰呢 再说也不是真烧 主要是下火下火那马之府 好 我去安排呗 二大人 你都探到了什么 他们还要火烧府衙 火烧府衙 再不动手的话 恐怕局面难以控制 这是我回头和洪大人商量 你回去再探 喳 火烧府衙 皇上 是海外的 是 我怕你也在最后 你先把魏官都抓住 你去哪里 他都抓住 这些人 不肯定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要打开 啊 那些人 大人 要来 尝尝 有兴 尝尝 那些人 以免激起民变 好了 就不要说了 本官自由主张 曹大人 您能够赶回来真是太好了 正好啊 我跟你说啊 我已经收到皇上的秘旨 命我迅速平定这场风波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不理 红成仇的态度 我也收到密报 说那帮人正准备火烧苏州府衙 简直是反了他们 他们借助虎丘戏场 惨人的事件 大闹苏州府 现在要火烧府衙 咱们要查出主使 绝不轻饶 而都统 按照皇上的旨意 当机立断 调动绿营兵马 平息这场风波 这 你马上赶去胜则大营 调动三千绿营兵马 火速赶到苏州 直奔抚养 走 李班主 李班主 事情不可收拾了 他们说要放火烧衙门了 真的 我还骗你 这网上都传开了 他们要放火烧衙门 多行不义必自并 胆敢放火烧衙门 我看他们的日子也到头了 这个王永康也太过分了 居然敢火烧府衙 红大人 这事情闹得越大 这鲤鱼的罪过也不就越大吗 他们也只是虚张声势 不会真的放火烧府衙的 这永康兄也是一计行事吗 什么一计行事 到时候他就管不住这些人了 这些人围困府衙也就算了 居然敢火烧府衙 万万不可 这是造反同巴 造反 快告诉他 罢手 是是是 我马上就去 这是哪来的官啊 这个时候还来苏州府衙 请给我拦住他 走 大蓝 干对红城中红大人无礼 原来是红大人 红大人 替我们申冤吧 红大人 丢不住直公道啊 红大人替我们申冤 红大人替我们申冤 红大人交出来 红大人交出来 红大人交出银鱼 把银鱼交出来 管门是谁 你把银鱼把他也烧死了 红大人交出来 把银鱼交出来 我的天哪 红大人 您快点想个办法 他们就要火烧衙门了 再不来点硬的可就来不及了 他们当敢点一根柴火 就以造反论处 马之府 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手软不得 对那些滋事的歹徒 绝不能迁就姑息 我是红大人的 这一开始我可是听了您的意见 我不想激起民愤的 大胆 本官何时叫你放任他们了 这是地方商的事 你是苏州知府 本该做主嘛 事到如今反倒埋怨起本官来了 下官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皇上怪罪下来 本官绝不疲乎于你 我 红大人呢 您可要替下官做主啊 做主 事情都是因为你一味的袒护鲁鱼引起的 才造成这种混乱的局面 你难逃干系 还请红大人拉下官一把 你做什么事情 不都有自己一本账吗 你何时听过本官的劝道啊 下官不敢 请红大人指示 如果你真听我的话 就先把李渔 请红大人明示 先把李渔交给他们 交出鲤鱼 不 不行 不行 胆情 哎呀知府大人 你终于来看我了 近来可好啊 好 好 我好个屁啊我好啊 在下给知府大人添了不少麻烦 实在是深表歉意 李班主啊 深表歉意的应该是本府啊 知府大人 这话从何说起啊 李班主 我实话告诉你吧 本府已经撑不下去了 那红城仇逼着我把你给交出去啊 把我给交出去 交给谁啊 两江总督 江苏群府 还是 朝廷的 清差 李班主 你知道本府的意思 又何必再问呢 哎呀知府大人 我就是不明白我才问你的 李班主 是把你交给外面的那些人 我相信李班主一定可以应付得了的 把我交给外面的那些人 知府大人不觉得很好笑吗 外面那些是什么人呢 他们非官非利 又非良民又非顺民 凭什么把我交给他们 难道这大清朝连这么一个小小的动荡 就没办法了 那岂不是没了法度没了秩序吗 李班主 是洪城仇逼我的 本府也没有办法呀 知府大人 你中了洪城仇的计谋了 李班主 此话怎讲啊 知府大人 请想一想 从戏场采人事件 到围困府衙 这事态一步步的严重 把整个俗州城 弄得乌烟瘴气的 难道朝廷会没有什么想法吗 洪城仇位居高位 难道他会不知道 朝廷对此事的态度如何 依李某的余见 他可能早就受到了皇上的旨意 随其应变见风使舵 他是急于再找一只替罪羊啊 替罪羊 他是想拿本府当替罪羊 聪明 他在官场上玩弄拳术 老奸巨华 正确 这一点本府早就防着 但是没有想到 他会拿我当替罪羊啊 大人啊 你是大替罪羊 你却把鲤鱼变成小替罪羊啊 但是 但是事已至此 我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啊 大人您错了 这是下下之策 大人想一想 您要是把鲤鱼交出去 鲤鱼无非受其辱得其死 但是在大人头上 又多加了一项罪命啊 是 什么罪名 身为苏州之府 自乱法度 软弱无能 这成何体统 要是朝廷追究下来 大人不仅你的权位不保 而且啊 搞不好啊 会判你重刑的 李班主 你 你 你未免有点太威严耸听了吧 在下绝对没有威严耸听啊 大人也知道 这一种围攻斧牙是什么性质的案子 是造反 大清皇帝允许有人造反吗 不可能嘛 再说如果大人把鲤鱼交出去 大人岂不是没有替罪羊了 没有替罪羊了 大人怎么办呢 所以大人哪 你把鲤鱼留在身边 还是有点好处的 李班主 你容本府再想想办法 是是是大人你好好想想 再想想 李班主 红城仇还是要见你 红城仇要见我 该不会他又设了什么圈套 让我自己往里跳吧 请坐 快 这边坐 李班主 你是唱戏的 我是听戏的 按说 你我应该是朋友才对 李某不敢高攀哪 你李班主以戏为生 才华盖世 声明远播 首屈一指 我红某乃是一代枭雄 出生入死 建立功勋 难得第二 可是你我 却同病相怜喽 你我并非同类 岂能同病 你我都被世人误会了 对你对我都误会至深 感受岂能不同呢 啊 平心而论 这 以我的地位 是可以为你李班主 证明的 多谢 李渔的名声啊 只怕是正不过来了 以李班主的文明 也可以为洪某 消除世人的误会 不知李班主肯不肯出力啊 没想到洪大人还有用得着鲤鱼的地方 这倒是新鲜的 李班主对洪某的事迹也很了解了 一定会不同于世人的曲解 李班主又是戏曲大家 如果李班主愿意将洪某的事迹 把洪某的所作所为都编成细文 再用你的细班去排演 我相信一定会达到以正视听之目的啊 哎呀 李某现在的处境很不好啊 哪有什么心思去谈什么细文呢 我看我还是回牢房去吧 嗯 等等 喝杯茶再走吧 谢谢 我不渴 听说洪大人要把李某 交给外面的那些不法之徒 其实洪某也是迫于无奈啊 哎 你是知道的 我洪某是爱才之人 尤其是像李班主这样的盖世细才 我洪某真是求贤若渴呀 我再说一遍 如果李班主 对洪某的事迹有兴趣 就把洪某的遭遇写成细文 以消除世人对洪某的误会 李某不才 无法担此重任 我想洪大人还是力寝高明吧 还能给民主 你也有此理啊 我说不得你 我说不得你 你也有什么事